各位观众,今天要给您介绍鱼的一种 是四川有名的辣豆瓣鱼 我想您可能吃过 辣豆瓣鱼呢,能够用的鱼现在很多 像原始呢,都是用鲤鱼或者是鸡鱼 那么现在我们台湾很多的吴国鱼也可以拿来烧 还有尼罗河鱼也可以 那么鱼呢,要是能够买得到活的 最好要买活鱼来做 这个味道呢,就更好一些 今天呢,我买来的是一条鲤鱼 鲤鱼呢,杀好了以后 要在下锅之前呢,要记得把这个身上 给它切几个刀,刀痕,这样子,刀口 这样子呢,味道容易进去 但是不要太深,不要切到那个大骨头的地方 那么然后呢,这个鱼呢,就要下锅去给它煎 辣豆瓣鱼呢,就是很辣的一种烧法 所以有的鱼的烧法里头呢 辣豆瓣鱼是最辣的,可以说 那么就需要辣豆瓣酱 辣椒酱烧出来的呢,光是辣而没有香味 辣豆瓣酱呢,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豆瓣 是发酵过的酱 所以呢,比这个普通的辣椒酱要好吃得多 那么锅里,锅子烧热了之后呢 记得用一点姜,把锅底呢,擦一下 因为这个鱼的鱼皮上面的胶汁很多 很容易粘锅 煎鱼的时候的油,可以多一点 等一下你要炒的时候,还可以再给它拿出来 那么少用一点的话呢,就不必要再拿出来了 好,现在油热了以后,把这个鱼呢,下锅去煎 两面呢,都把它煎一下 但是不必要煎得太黄或者是太焦 因为这个淡水鱼跟这个普通的海鱼烧法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那么这样子两面呢,都轻轻地煎过了 煎过了之后呢,你就把鱼呢,先给它夹出来 轻轻地煎过之后呢,就把这个鱼呢,先给它拿出来 然后呢,就用锅里的油呢,来炒 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油太多了 我们就给它拿出一点来啊 好 这个辣豆瓣鱼呢,有两种不同的烧法 有的餐馆呢,就要加这个绞肉 为了增加这个鱼的这个鲜味,加一点这个绞肉 不加也不算错啊 没有加肉的也可以,也是很好吃的 那么把这个肉炒一下之后呢 把这个大蒜,姜,切碎的都放下去 这个时候呢,就要放这个辣豆瓣酱了 那看要吃多辣放多少 就好好的炒一下 把它很均匀地跟这个肉炒和 好,这里呢,是酒 然后呢,这里是水 这样子之后,再把这条鱼呢,再回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就盖起锅盖来呢,来烧 火不要太大,差不多要烧五分钟 那么这里呢,我们已经有一条呢,已经烧了五分钟的了 烧了五分钟,那么这个鱼呢,已经味道都透进去了 可以起锅了 起锅的时候呢,是先把鱼拿出来 先把鱼盛出来 先把鱼盛出来之后 再把这个锅里的这个材料给它勾芡 这里是调了水的太白粉 那么少用一点就好了 好,还有葱花 再给它补上一点油 那么这个汁呢,就好了 现在把这个汁呢,就给它淋到这个鱼上 这个就是世上有名的腊豆瓣鱼 鱼呢,有公的,有母的 通常一般人喜欢吃母的 因为母的呢,肚子里很多的这个鱼的这个质啊 也就是淡了,那么吃起来很香 好,这个腊豆瓣鱼就烧好了 时间很短 我不晓得你是否看清楚了 谢谢你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